兩台機車突然竄出 其中一輛警車遭B車慘衰 翻了一大圈後立刻起身追車 另一輛警車回頭看了一眼加速前進 三台機車從熱鬧市區一路追到河堤 B車男子眼見警車就要追上 還出腳踹人 試圖再一次半倒遠景 最後來到一處巷弄內 拋下機車用跑的 終於逮到嫌犯 把他壓制在地 其實早在10號 台北市萬華區西原路巷弄內 這名無形嫌犯搭訕女子 一開始就假裝是刑警說要盤查 女子想離開 沒想到還是持續糾纏 女子跑去找路人 卻慘遭對方攻擊 強噴辣椒水 甚至包包還被偷走 得手250元 沒想到就在8天之後 三重警方正在巡邏 看見一名男子很可疑 上前攔查遭拒檢 才發現是無形通緝犯 雙方開始追逐 其中一名員警追車過程 摔車兩次 還被嫌犯踹腳阻擋 好不容易才逮到嫌犯 這趟追逐 共花了將近20分鐘 跨越27個街區 才把嫌犯逮捕 他的企圖衝撞 自使我們警方摔倒之後 無法去追氣 當時就只想著追到他上而已 掌上白金斯文 他就是摔車兩次 還努力追氣嫌犯的湧警 雖然褲子破了大洞 左腳也摔傷抱上紗布 卻難掩抓到通緝犯的喜悅 最後用口袋戰術 將該名歹徒 逼入史相來逮捕 嫌犯以為逃出萬華 就可以逍遙法外 不過法網恢恢 他最後還是落在警方手中 被依法送單 記者綜合報導